《開心鬼》 《開心鬼》的角色 在以前《開心鬼》系列裡演出 來到《開心魔法》裡 他是一個由魔法教授 雖然是有一種印象上延續《開心鬼》 但其實也是另一部戲 以前未見過 這次我在《開心魔法》裡 飾演一個木系魔法師 因為這部戲是講五行 分別有金木水火土 我飾演木系 其實魔法和魔術是不同 因為魔術是一個掩眼法 但魔法是一個法術 雖然好像不存在 但如果真的可以有魔法 其實也不錯 在電影當中 飾演的是一位 有魔法的魔術師 他說過一句台詞 魔術可以令觀眾開心 這個台詞 就是一個魔術師想說的一句話 《開心魔法》 我是一個活在自己世界裡 這麼一個角色 《開心魔法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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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《開心魔法》是打了變成兩個人 他就失去記憶嘛 他就很想找回他之前的身份是什麼 《開心魔法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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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